今天是8月13日星期二 这个示威者的抗争仍然很激烈 昨天在机场,虽然我出去了 但我也有点担心 稍后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我昨晚回到家,晚上七、八点 做了某些事情,接着就听一些网台 我第一次听了寿司达说这么久 他差不多说了二十多分钟 他有点点,这次他说的 但有一些事情,我觉得 我听完前哨刘文达先生说之后 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证实他说的事情是对的 所以我今天想整个 现在香港的局面 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多解释不到的事情 我自己昨晚想了很久 我想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有一些我解释不到的事情 我现在慢慢可以解释到 可能某一些读者 或者某一些前线的示威者 他们已经知道 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 你就当老人家沉悲说一次 但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事情是没有证据的 我都会知道很多五毛会攻击 没有证据,你又不懂 但我觉得整件事是可以分析到的 而在帮助大家在抗争的时候 知道这条路要怎么走 我今天不只是说给示威者 我也说给警察 不要让别人作为利用工具 你要知道你现在在背后 操纵着这件事的人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的目的想做什么? 他的手段是什么? 这件事始终都会过去的 我当你这件事玩多一年 你都会过去的 好了,过去了之后 香港会怎样呢? 大家有没有想 我永远想事 因为我们做投资 我永远想事想长一点 想远一点 我永远想差那边 因为好那边是不需要想的 你要记住 好那一边是不需要想的 我老板之前 从来没有因为说 今年真的太好生意了 我赚了太多钱了,怎么办呢? 他找到我那时候都是不好生意 或者今个月丹小了 他才找我 所以一件事情 好的你是不用去处理的 你怎样利用呢? 那是一个好事的担心 但是我永远都想差的情况 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 我自己推算 没有证据的 是不会找到证据的 你记住一件事 是不会找到证据的 推算中国派系内斗 他们是用了示威者和香港警察作为利用的工具 有很多事件证实是很明显的 有可能是为了拉习近平下台 而牺牲示威者和整个香港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你有看中国的内斗历史 即是共产党的内斗历史 近代史的话 你会知道 在中国的内斗来说 牺牲千多二千人 不是什么一回事 打外国势力 他就不会 他就没那么齐心 所以我尝试 根据林文达先生找的资料 推敲了整个过程 看了相当多的网上的资料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顺便套入整个现在香港的情况 为什么会变成那么神怪呢? 为什么警察会做渗透呢? 为什么会冤枉人呢? 为什么会插庄嫁祸呢? 为什么会用过期催泪弹呢? 为什么会搞到港澳办都出来呢? 而中联办又摄在后面呢? 我稍后详细一点 跟大家跟各麦乐推敲下去 没有证据的 很多五毛都说 你有什么证据 你胡说的 没有的 中国的派系内斗 从来都不会有证据的 从来都是八个字 生不见仁死不见私的 但是大家可以凭这条脈絡去推测一下 究竟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好 今晚我就会把五月的收费版 第一期上传到我们的网址里面 今次八月就确认破了我们的记录了 那我们的投资日至subscribe的人数 都比以前多了 那今天也是下跌的 因为这个整个政治形势 老实说一句都非常差的 所以港股今天又是再跌的 那大家 我会在这个 香港财经R和美股财经R里面 又会详细一点说一说 那大家投资者 坦白说 我觉得 你除了忍耐之外 你都没什么做到 今天跌了364点 现在是 恒指是25457点 现在 画面是给你看的 这个画面就告诉你 警察 右手边的人 是将一些竹枝 插入被捕者的背囊里面 那现在 警队是 非常无耻的 可以 以往的警队 是不是这样的 以往的警队 很奇怪的 警队做了一些滲透的工作 或者插庄嫁祸 他认的 他认滲透 共产党是不会认的 大家知不知 共产党是不会认的 他认的 他认用过期的催泪弹 那会发生了什么事 大家想想 你想想 你想想一件事 当这件事过去了 完了 所有的问题 出于哪个身上 香港警队 不关大陆事的 没有任何证据 显示有公安 或者武警滲透 所有东西都是 香港警方自己认的 对不对 那最后 衰哪个 衰香港警队 衰香港警队 衰香港警队就是衰哪个 衰习近平 习近平 现在是最高党总书记 是不是 那在背后真正做这件事 的人 很坦白说 他是一点事都没有 因为不关他事 是衰警队 大家有没有想想 这件事完结了之后 哪一个什么黑获 警队 有些人说 不是的 你说中联办 操纵了行政长官 成,你有什么证据 很简单 你看林郑的广告 已经知道了 林郑说 伤害了十三亿人民的感情 香港人会说这些话吗 香港人是不会说这句话的 这个稿是中联办给他的 好了 为什么会连中联办出来搞事 大家都知道 为何港澳办会这么高调走出来 就是因为有动乱 我说回这件事 如何酝酿 我自己的推敲 逃犯条例 坦白说一句 一定是中方希望做的事 因为他要收紧香港的言论自由 这个是很肯定的 只不过借了那些傻佬 例如中联办 或者林郑去做这件事 推出来 赖屎赖尿搞成这样一款 很肯定的 因为如果 香港的言论自由不收紧的话 很多东西都会由自由行 或者其他方面影响国内 而国内的资讯是封锁的 很多人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和我的朋友 和很多国内的厂商通电话 他们完全不知道有白衣人打人这回事 他们只是知道有暴徒 播来播去都是黑衣人推那个阿婆 她就没有播到其他的事件 或者那个阿婆 之前说了什么呢 是没有的 播来播去都是林郑去天水为街市 为什么呢? 这个人亲民 我就要支持她 是不是? 播来播去这些暴动片段 内地的人是不知道什么是逃犯条例 他们连香港因为推行逃犯条例 而发生的事情他们都不知道 共产党是封锁信息 但是大家看到俄罗斯 你就会看到一件事 全世界的潮流 就是走向自由民主 就走向多党专政 现在共产党一党专政 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共产党现在是希望尽量封锁信息 也有消息说北大河之后 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 最高的决策人 真是最高的决策人 就是说习近平后面的老势 已经有说要把香港的自由 再收紧一些 因为很多国内的同胞已经受影响了 共产党是 好像刘文达先生说的 是一个刘沙巨人 一打就倒了 如果国内的人民知道这些事情 他一打就倒了 所以他是不可以让你知道的 所有国务院 发言人说的都是把一些事情 倒转来说的 倒转来说 当他说他很有信心 应付贸易战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没有的 习近平在国内 其实已经备受很多指责 我已经说过第一件事 就是说 胡温落台的时候 人民币还是六点几 你看现在已经七点凌几 这个还不是习近平的问题 新疆事件 香港的事件 习近平现在可以这样说 在整个国内内 是被受别人攻击的 因为你做得不好 你是一头 没有人会去攻击中联办 没有人会去攻击港澳办 因为他们在字面上是执行的机构 好了 这件事酝酿到中联办和林郑到到赖屎赖料 搞到6月9日全民上街 接着去到6月12日冲击立法会 其实中联办背后的阴谋 派系斗争就走了出来 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习近平 大家要明白 习近平本身已经有香港完全的管治权 他是党总书记 他是见得光的 他是完全可以见得光的 习近平的姐姐在香港有身份证 有资产是没问题的 对不对 大家看看 孟晚舟原来有很多个护照 有很多个香港身份证 就会被人说 因为孟晚舟不是政府的人 他是一家大公司的太子女 很明显 就是跟中方有关系才可以做到 他都还会被人说 但习近平是不会的 因为我是老板 我为什么不可以有香港 我的姐姐为什么不可以有香港身份证 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资产派到香港 我见得光的 搞衰香港 越多的暴乱 越多的问题 对习近平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他和后面掌权那些 就是既得利益者 对不对 我们就要想一件事 香港越乱 习近平的位越不稳 对什么人有好处呢 想来想去都是这些东西 我查了刘文达先生说的东西 他说的是对的 大家知不知道 中联办和港澳办的关系呢 当时有一个人 习近平的父亲叫做习总勋 他当时是八大 就是在邓小平的年代 他是八大元老之一 习派的势力是很大的 所以习近平不是叫红二代 因为他家族捧他上去 当然他在处理某些事上 他的能力是看得出有限的 但是一件事 香港动乱 习近平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因为他已经在享受的好处 对不对 好了 习仲勋的家族 和当时许家团是好朋友 许家团在回忆路里面 这是根据刘文达先生说的 他说 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廖成智 廖成智就是之前港澳办的主任 就是港澳办的主任 廖成智、廖氏家族 也是很大势力的 廖成智 完全不将香港的事务定期向党回报 令到党很多人都很不满 包括许家团和习仲勋 这个在许家团的回忆里面有写的 好了 当廖成智退了之后 谁上港澳办主任的位置呢 就是廖徽 廖徽就是廖成智的儿子 张晓明和廖徽有什么关系呢 张晓明是廖徽的秘书 即是说 中联办和港澳办 其实是同一条线 所以中联办和港澳办 是不会妥占习近平的 因为他们之前根本就是在斗争 他怎么会妥占习近平呢 是吧 好了 问题就出现了 中联办是没有角色的 除非香港 有比较大型的暴动 而影响到国家安全 港澳办就可以出来了 所以中联办 就安排了白衣人 这班人 去打人 那香港就动乱了 那港澳办就可以出来了 港澳办出来 有很多事情就名正言顺了 你记住 港澳办根据基本法 它是不可以插手香港日常的事务 它只能够插手香港关于国家安全的东西 好了 问题出来了 港澳办都不能够出解放军 因为军权不在他那里 这件事我找不到太多资料 但我记得当年胡锦涛落台的时候 是将军权交给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和背后的元老是有整个军权在手 即是说如果要出解放军 你听着是军队 军权是不在港澳办里 一定要请示中央 但是有一些力量它可以出的 就是武警或者公安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现在滲透入警队的就是武警和公安 那他们想做什么呢 很简单 挑起更多的暴力 搞到更多的事 那怎么样 令到示威者 你打爆他的眼睛 他就打你 是不是 那令到示威者那怎么样 令到示威者更加反击 第一 可以制造香港动乱 第二 可以拉习近平下来 他们想削弱或者拉习近平下来 那廖派就可以拿多些势力 在中共的核心里面 如果出解放军 或者出任何一些宵禁戒严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习近平是很严重的 因为千呼所致 香港是你管的 你破坏了一国两制 或者如果昨天 机场是出催泪弹 是出布袋弹 或者关掉了机场 或者整个机场shutdown他 然后用中触别的话 最后背锅的是谁 习近平 一定是的 因为有外国记者在 有外国的乘客在 所以很多KOL说 昨天机场是百分百安全 他们一定不敢 我不完全认同 因为你看报局 应该是曾经上的 但是一件事 但是习近平都不是傻的 他一定有亲信在香港 他一定有亲信在香港 习近平只要打一个电话 你们就不敢动 对不对 所以我不觉得 我觉得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一件事 我觉得那些示威者 仍然要在一个自身安全环境 作为最高考虑之下 才去和这个无耻的政权去对抗 你们明白一件事 因为现在对方是出阴招的 有事的 中联办自身事外 习近平拉下台 或者有什么动乱的话 中联办或者港澳办后面的家族 就享受成果 你想想如果一国两制倒了 习近平拉下台的话 而尿派可以上到的话 两三年后 中国的经济好 好像当年六四一样 或者那些人慢慢淡忘了 他们已经坐在这个位置 他们就是真正的利益得益者 对不对 但是如果这件事 后来平息了的话 都不关中联办和港澳办事 关我什么事 我都没有找人滲透 这些是你们警队自己做的 这是你行政长官做的事 我们只不过在电视台说两句 你看到别人的心计 别人的心计是很高的 共产党很厉害玩这些东西 就是正经的东西 他们不会做的 真正搞香港或者国家的繁荣 他们不会的 他们不会的 真正和美国佬去争取贸易条件 他们不会的 他只是最厉害玩这些东西 有很多KOL是不成熟的 他们觉得一定不会的 天天去机场 我不是反对 我之前发动网络攻势 发动记者会攻势 发动记者会攻势 这些是不会对示威者 构成任何安全问题的 但是一样东西 你在公众抗争里面 你是面对一个 这么卑鄙无耻的政权 他可以用催泪弹 过期那只 他可以插装架 他可以派人混进去的话 你就知道一样东西 香港警队是不会做这些东西的 这些都是国内公安 或者国内武警 用的正常手段 在国内是正常手段 一向都是这样 他不用跟你解释 这些人做的事很简单 他只需要进来 混入了 开头 他回到广州 剩下就你们打 这个人戴口罩 你怎知道他是谁 你只知道他是香港警方 你想不想到人家背后的心计是多重要 那你还中他计 你还这么傻 是不是 不会的 对不对 这些牺牲是白白 是无谓的 因为现在是两帮人在打 你不用理他 你不就等他两帮人打生打死 你不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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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你应该立即举报他出来 前线的人 尽量留守 当你留守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哪些是激进的人 打人的人 记住一件事 共产党 你要将他的东西曝光 当他曝光了的时候 他就会收念 因为计划不得逞 当然我们是没有证据的 我们只是跟整件事推敲 但是这个是千古不移的方法 就是说 你看看香港乱 谁得益 你就知道 谁有可能在后面搞事 就是大家 最好跟回我上次所说 当有大型示威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好你的逃走路线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想好你们的逃走路线 设定天文台 做好安全措施 做好阻拦措施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包保你受伤 因为现在这班浸入了的香港警察 就是要打到你受伤 他就是要打到你有事 如果不是你怎么会报仇呢 对不对 如果好像6月9日一百万人出来走 什么事都没有的话 他怎么挑起两派斗争呢 对不对 怎么能够如人得利呢 大家要想想一件事 这些是共产党惯常的手段 只不过这个舞台发生在香港 你看看现在中联办在后面缩了 所有东西都不关他事 他只是立刻走出来 你为什么要拼烂我的国徽 其实所有的东西 都是中联办和港澳办后面的势力 做出来的 香港人就是在你这窝粥里面 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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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死了 接着不关我事 你香港人的事 你想想一件事 打人的警察是谁 香港警察而已 喂 现在搞到香港逃犯条例 全民抱怨的 全部人上街是谁 林郑 林郑是什么人 林郑是香港人 对不对 林郑 郑华 李家超是什么 香港人 关我中央有什么事 关我中联办什么事 我中联办还被人扔烂了国徽 你看不看到人家的心计是很阴险的 共产党 所以一定要小心 保护好自己 我没有叫你们不做 第一件事做得聪明些 还有跟我前日的视频 将个比例缩小 尽量做一些网络上要做的事 唱衰它 做多些事 将这个阴谋扔出来 爆出来 将他们的历史翻出来 当所有东西在阳光之下的时候 他就不会搞了 因为人家都知道了 怎么搞 好了 这班人缩了手 你才去做示威抗争 大家记不记得 最早期的时候 最早期的时候 那些示威很和平 为什么接着越来越剧烈呢 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渗透了进去 警方是一概否认的 昨天我们律师已经有一个律师出来说了 因为这个游行是一个公开的游行 它有时间有地点 正常是不应该做任何渗透 要什么渗透呢 你打压它便可以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警方有任何渗透 所有关于这个暴乱的起诉 都是不成立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没有人知道 你所谓的渗透那个人 有没有参与做坏事 有没有做挑拨离间 如果是的话 那对那些示威者便很不公平 那你想想 正常的香港警方 会不会做这件事 是不会的 所有找白衣人去打黑衣人 就是做什么 造成暴乱 造成暴乱那怎么办 造成暴乱港澳办便可以出来 港澳办可以出来的话 那又怎样 就可以派武警 可以派公安下来 之前不行 只不过港澳办没有军权 有军权 他派了共产党 他派了解放军下来 因为他没有 要经过中央 军权在习近平手 大家明白吗 这样我觉得整条脈絡解释得很清楚 所以除了示威者之外 警察 我都奉劝大家一句 牵涉入任何中国的派系斗争里面 对你没有好处 对我们没有关系 对你没有好处 他们打生打死是他们的事 不关香港的事 但是不要拿香港做战场 不要被人利用 你看看林郑 她已经完全是一个读稿人 你看看她 林郑说的东西 用的语调 用的句子 和新闻联播是一样的 那你就知道 林郑那份稿 是中联办给她读的 是中联办给她读的 香港人是不会用这些字眼的 所以你就知道一件事 究竟幕后哪个在搞鬼 香港人要醒目一点 不要中这些计 等他们自己打 是关我们鬼事 我们只是和她先闻斗 刘文达先生说得很对 你扔完国分就走 你为什么要站着 一路跟她斗下去 没意思的 我一日搞你两三次 不用多 扔完我走 不和你有任何正面冲突 你看看现在警队 是完全变了质的 可以在地铁站里放催泪弹 布袋弹是特意瞄准你的头打 因为如果不是你没有伤亡 但你不知道她是谁 你只知道一件事 打伤她的是香港警方 那就足够了 那就挑起你们两个的仇恨 插贓嫁祸等 在中国来说是常见的手段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将这件事传出去 我知道很多五毛都会说 你这些推测的事 你这些阴谋论来说 你整件事想一次 谁在这么大的暴乱里面得益 你就会知道 我推乱的事 未必是错的 但是如果在中国内斗里面 我可以告诉你 死千两千人 没什么特殊 所以示威者一定要小心 不要做一些无谓的牺牲 是没用的 你不是真的为香港去做 你是变了别人的棋 你等她 知难而退 阴谋暴露在阳光之下 你就再争取过 你现在不是发动网络攻势 即使解放军今天进来 你在香港难道他屠城吗 他做不到这件事 对不对 而当然我也相信一件事 习近平也不是傻 某一些程度上来说 他是没办法阻止的 例如 暴乱 港澳办出去 难道习近平说你不要出去 他不会 他不会也不可以 他不会也不可以 暴乱你也不会平息 有没有搞错 但是一件事 习近平和中央说了一个死命令 就是 不能够流血 但是当这个命令留到底的时候 这些有心人 就会把这个命令扭曲化 开始有少少流血 开始用示威者很暴力去抗争 昨天也有记者问 那会不会是你那些人 搞这些暴力事件出来 警方一定是否认 我们不会 我凭什么信你 你都做 我虽然潜在你的房子 不过我一定没有偷东西 你信不信 等于用过期的催泪弹 你都不是催泪弹的专家 我现在问你 会不会有什么坏的影响 你都答不了我 那就是说 用过期的催泪弹有问题 为什么会用 香港警方 是不会用的 是哪些会用呢 共产党的人就会用 不用理他 都不是打自己 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是没有国际守则这回事的 所以那些人才反送中 所以外国才反对这个条例 如果他这么公平 有国际条约的话 那些人就不会反对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 我不是重复讲一些 你们已经知道的东西 如果你们已经知道的 那你就当我老人家多罪 但是如果你们不知道的 你take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把这件事 把这件事 摆进其中一个factor里面 自己不论示威者 或者警察都想清楚 我会不会真的被人利用作为旗子呢 很多警察都是香港人 对不对 都是香港人 很多警察 你看看那天银发族出来的警察 和之前走向前头的防暴警察 或者出龙小队 你就知道是两批人 所以我也奉劝警察 不要作其次 今天已经不是以前80年代 70年代的时间 警察是要保护市民 不是做一些挑起事端的行为 你也有家人 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都是看回形光幕讲的 尽量做这些网络的攻势 把他的衰弱 拋出来 抖在阳光之下 暴力肢体冲撞 尽量减少 因为现在他专打你 他制造暴力画面 制造暴力场面 是不是 个个都这么斯文 大家坐下 穿件西装 打一条胎的 有什么好报道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明白 不要进去计 即使你要做一些抗争行为 或者你很愤怒 我要去警局 我要去 为了爆了眼的女孩 讨回公道 你不要硬碰 千万不要硬碰 宣示了你的东西 走 千万不要硬碰 打游击 你用回当时共产党的方法 长远下去 当经济有问题的时候 他一定要回应你的 他一定会回应你的 我告诉你 我经常说 既然习近平下了命令 或者是北大河 10月1日 一定要平静 我就告诉他 10月1日前后 那四五天 我们不搞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一人走一步 那你就会得到一些赞誉 这班人 他不是暴徒 这班人 他真的有理想 有诉求 那你就得到国际的支持 得到真实 就是习近平 他不可能不支持你 他怎么会不支持你 是吧 香港好他都好 是不是 香港乱他 他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 某程度上来说 他都想逃犯条例通过 可以制止香港人的 自由 不让他污染国内 我用他们的名字叫污染 其实是国内的人 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是 他们所有东西都是看 人民日报 就是那些人 我翻墙可以看到 你翻什么墙 我用香港SIM卡 我都没上到香港Google 在国内 你翻什么墙 我用香港SIM卡 我都上不了 尽量 将这个所谓的抗争 纯洁化 不要让他浸入 那么多不同的元素 你要记住 你现在面对的 是一个很卑鄙 陰险的政权 他们不会理你生死的 我在上一集都说过 中联办 有没有出来问过 一个爆了眼 不会 他说你是暴徒 其实那个女孩 可能站在那里 是不是 那个不是暴徒 其实 可能站在那里 但是他会 逼捕你 既然他逼捕你 为什么你不逼捕他 这个阴险的政权 这个暴力的政权 你就将所有的照片 扔出来给人看 是不是 他做的事 你都可以做的 是不是 你不用跟他正面冲突 他找一辆水炮车 他找一辆水炮车 走过来 你又在他面前被他 被他打 你这么狠狠 是不是 所以很多KOL 我觉得 大家要看着形势 先去做 看着形势 但是 我记得 我看《三国演义》的时候 《三国演义》的时候 有一句说话 我很深刻印象 就是说 在出诗表里面 朱葛亮说 他说 先帝之神谨慎 朱葛亮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所以他才可以这么多年来 做到这么多丰功伟绩 有时他要做草船借战 或者空城计 是迫不得以情势才敢做 否则他不会做 但是他做这些事情 都要六七成把握以上才做 所以有一些事情 分分钟是黑天鹅 大家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预先做好安排的退路 不要一心想着 用我之前说的一句 机场他哪敢搞 最多不是搞死他自己 万一他够胆呢 那怎样 是不是 万一他够胆呢 那你就糟糕 是不是 那个已经打爆眼了 那你就想打断脚呢 对不对 你不是想打断手呢 是不是 那你就知道 某一些事情 是会出现黑天鹅的 特别是两派内斗 如果用投资的 我就跟大家说 你见过55元的港交所没有 我见过 33元的汇丰 我又见过 当年在沙士的时候 我朋友是280万之前 买屋的 跌到80万 你见过没有 我都见过 所以没有什么是不会发生的 大家一定要作一个最坏的打算 无论在多安全的环境之下 那你就小心使得万年算 这个是我给示威者 和一件事 一些好的警察 你无需要做这件事 你都要顾着你自己安全的 现在有示威者被人打爆眼 我不知道 示威者会不会做出一些激烈的行为 不知道 人很怪 人是动物 人是动物 人不是 每个人是孔子 不是每个耶稣 你打我右边 我给你左边 你打 不是的 人 特别是年轻人 他就是二眼还眼 以权还权头 这样就是中正背后 中联办和港澳办的计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好吗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的投资日志 有些朋友已经知道了 如果一个星期你收不到文章 你就Email给我了 我们的组合 今天就跌了 179万 年复合增长是17% 我们的网址 地产小专家 暂时都会每星期和大家见面 我们今次去到第4档 今个星期会去到第4档 我们投资日志的收费版 海外的读者 如果你想订阅 但你又不知怎样付钱 你可以用PayPal给我 用PayPal是相当之好的 因为你不用付手续费 就是我给的 如果大家在海外 想订阅的话 你可以Email给我 拿我的PayPal帐 如果香港地方很简单 过去恒生银行也可以 中银香港也可以 恒生银行还有转数快 大家付了费之后 Email通知我 最好将收据 或者你的Email 把它写上去 拍照 然后share回去 hongkongfinanceout at gmail.com 就可以了 我希望 这个收礼风波 准快 就是香港的政府 真的要说人话 我非常之怀疑 林郑的家人 现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我非常之怀疑 林郑的家人 现在在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家要知道共产党做事的手法 有些事情是不到他不说的 有些事情是不到他不做的 你的儿子才这么年轻 在说二十多岁 他和他老公未必怕死 大家都六十多岁 但是你有两个儿子 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我们抗争的路是很艰巨的 示威者的路是很艰巨的 记住聪明些 留住有用的身体 将来你才可以继续抗争 你被人打伤了、打死了 那你怎样去抗争呢 凡不作为这麽卑鄙的政权 去牺牲自己 或者令到自己受伤 流一点血 都是不值得的 你身边爱护你的人 会很心痛的 所以我们希望天佑香港 这些派系斗争 我完全不想牵涉 这些是他们的事 我只是希望香港 可以跟回一国两制 正常的一国两制 继续去到2047年 是这麽简单 我们真是希望一国两制 落实一国两制给香港人的事 我相信这件事 如果在习近平我面前 我说他都不会抓我 对不对 我真是希望原本的一国两制 可以在香港落实 直到2047年 就是这麽简单 我希望大家都朝着这条路线去做 好吗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那接下来的节目 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